国会下议院今早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 焦点落在国家元首苏丹默默武士陛下的施政与词 不过这一幕却让严肃的氛围增添一分幽默 在调侃一番之后国家元首在他的遇词当中大篇幅地提到了民生课题 当中陛下就支持政府改善国家财政透明度的做法 当中就把国家真正的财务状况攻出于世 元首也不忘感激1500万名劳动基层希望通过政府成立委员会 全国统一最低薪金制以及增加更多就业机会造福百姓 除了人民福祉元首也不忘呼吁国人维护各组之间的和平与安宁 虽然有部分观点认为我国的多元种族宗教是燃烧和平的火种 相反的国人已经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在欢迎这个GST被费出的同时 他也意识到全球的竞争 再加上整个区域性的这些不稳定因素 这些都是我觉得让我们的朝野议员可以再针对这个意思辩论 他也提到说要成立一个叫做Mazis Perundingan 就是人民和谐的这一个咨询理事会 我想这能够让马来西亚的这个人民更缓解 我觉得说我很高兴元首一词里面有在提到说我们女性的这个 女性的这个代表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强化女性的这个代表权一直都是我们的一个议程 其实从国政时代到希望联盟时代都一直是一样 可是我希望说我们都可以拿出更多的实际行动 来去让我们的女性在我们的这个决策的这个领域里面 能够有更大的一个代表权 陛下今早为心理界国会开幕时也提到 509大选尘埃落定 各方应该接受人民的决定 不要鼓吹诽谤性的狭隘思维 人民代意是更应该成熟思考理性辩论 凡事应该实事求是 对事不对人 八度空间张雨林 李文江李韵祥 国会大厦报道